有一对郭姓夫妻 他们就读国中音乐班的女儿 被学校老师冤枉说 要求要承认篡改断考考卷的成绩 为此身心受创 打官司要求要国赔20万元 而高等法院认为 这个老师要学生互改考卷 确实呢 因为学生改错或者是分数算错 没有经过详查 就说学生作弊的确有过失 所以昨天呢 是废弃了一审免判的判决 改判学校国赔3万元确定 赔3万元确定